外交部出的包還有哪些呢 我們說國慶影片這麼重要 一年一度的國慶大事 瑞士山 居然出現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原本是玉山 結果放錯了 放成了瑞士山 這也太尷尬了吧 請問這家外包廠商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影片是他們自己拍的嗎 用了瑞士山的影片 版權合格嗎 現在大家有很多問號 因為怎麼會把玉山 變成瑞士山呢 好 外交部外包製作的 這個國慶短片 原本是要向國際社會介紹台灣 結果現在沒想到 變成了介紹瑞士 當然大家不能接受了 而且還是被山友發現的 它開頭標註說 有一個玉山主峰的畫面 結果居然放的是瑞士山 雖然外交部事後 就趕快道歉聲明了 但有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道歉 大家就可以操操了 是的 包括了民眾黨立委 蔡壁如她就批評 外交部會不會太誇張 護國神山都不擺 呼籲要好好查一查 限制性招標的這個標案 這一家廠商 為什麼得標的金額 跟標案的金額 可以完全一樣呢 這個招標案是在 4月30號公告的 5月14號開標 然後三家廠商投標 6月17號的時候 召開了採購評選會議 然後最後是在7位評審委員 來合可的部分 依序跟廠商議價 同時外交部還特別駁斥 我們是找以企劃案內容 廠商執行能力跟 過去承辦案例 最好的廠商 絕對不是最低標 好啦 謝謝你 你剛才所謂的這些審查 審出來我們的國慶影片 玉山變成瑞士山 請問這個審查的標準在哪裡 另外民進黨立委陳庭妃 也跳出來護航五招線 他還說這個是外交部的書師 跟吳釗燮本人沒有直接的關係 您接受嗎 外交部的這個影片 物質的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突顯了一件事 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外交部 第一 他到底有沒有在驗收 還是我們的外交部 他不認識我們的護國神山 他不認識我們的護國神山玉山嗎 這個民進黨執政黨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你居然不認識我們 我們的護國神山 那到底你口口聲聲在講愛台灣 那到底在愛在哪裡 身體上面很誠實的呈現出來 再來就是講一下這個公司 其實Isline 它是一個很小的公司 但是這一次的標案是147萬 剛好它的底價跟決標價就147萬 會讓人家覺得這個 是不是已經是套好的 而且是講好的 而且再來就是這家公司連續三年 都只做這個外交部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外包的業務 不禁讓人家覺得 這個是民進黨的自己的一個講好的 其實這個要出來講 外交部要出來講 再來就是這家公司也要出來去講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最近發生這個影片的事件 也確實要查清楚 但是這個部分跟外交部部長 確實是比較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是我們也認為 外交部確實也要追究 為什麼這個影片最後會是這樣的一個 出現的狀況 因為你一定會有所謂的 最後查查的一個機制 為什麼這些驗收的機制沒有進到 這也確實要了解 好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釐清 除了外交部應該要出來 跟大家說清楚之外 廠商是否也該 進一步的來做出說明 為什麼玉山會變瑞士山 我到現在還不能接受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國軍在今天上午 進行了國慶日之前 在清晨最後一次的全兵力預演 不過出了一點小插曲 就是有一架吊掛巨幅國旗的CH四拐直升機 在起飛的時候發現說 好像懸役有異音 好 為了安全起見 趕快緊急的返回 嵩山機場降落是虛精一場 那麼機隊也改為半兵力來實施 那麼國慶日倒數計時了 三軍樂儀隊也在進行精彩預演 國慶日前最後一場清晨空洞 全兵力預演 但CH四拐吊掛巨上最大國旗 卻只看到一面通過輔錢上空 對比之前兩架直升機 一前一號的護旗機隊 這回只剩一架 原來其中一架CH四拐 在起飛後發現出狀況 回到幾分鐘前的嵩山機場 兩架CH四拐直升機 依序吊掛國旗起飛 但第一架卻在起飛五分鐘後 發現懸役一音 趕緊返場降落 安全第一 其他都可以來 把問題做一個解決 前旋役區一音 飛行員立即回報空中管制組 當天一定是兩架國旗飛機 會經過這個連擊台 這個不會拳 直升機幾級反場 人機均安 國旗機隊也該採辦兵力實行 航特陸表示正在了解異常原因 而國慶倒數三軍樂儀隊 也緊鑼密鼓排練 整齊步伐搭配利落槍法 拋戒艙轉槍一氣呵成 三軍樂儀隊國慶表演暖身 今年特別還把原住民經典拍首歌 改成拍槍來呈現 總級的拍槍聲 像這片土地上 心情耕耘的國人喝彩 沒有接拍精準到位 更接地氣搭配流行歌操槍 不只樂儀隊精彩 總統府前 更帶來35場盛大光雕秀 以百年追求世界台灣為主題 4號晚間試燈已經震撼民眾 5號開始一路到10號 每晚7點開始到9點半 半小時一場光雕秀 要上總統府建築 一路閃耀到國慶日 讓民眾走上凱道 看見不一樣的總統府 記得年用程 林興縣李一璇 台北報導 1號 regions 開始 分別 1號 1號